哈喽,大家好,草莓季开始了,你们有没有吃彩草莓呢? 我超爱吃草莓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世界第一的草莓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信上写了什么呢?好期待啊 我会寄草莓给您,咦,什么,会寄草莓给我?草莓,草莓是什么东西呢?草莓,草莓,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啊,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长得很可爱的红色果实 我曾经远远地看过它,就那么一次而已 那时候,人类的小孩兴奋地喊着草莓,草莓 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那个比夕阳还红的红果实 充满光泽,非常想要动人 哎呀,该怎么办呢?这么美的果实,竟然要送来我家 人家的心脏碰碰碰跳了 我怎么能尽得下心呢? 对了,我应该先做点准备 一定要拿出我家里最好的盘子来迎接草莓 不,等一下,吃掉它 这太可惜了 哟,那就把它放在看得到蓝色大海的窗边吧 不过,等一下,要放在窗边当装饰 那倒不如拿来装点我白白的耳朵 应该很好看吧 当项链也很不错呢 摆在手指上,是不是很像特大颗的红宝石 今天,草莓终于来了 啊,这么可爱,红通通的,好有光泽 嗯,闻起来酸酸甜甜的,好香 这是我出生以来的第一颗草莓 也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颗 这世界上唯一属于我的草莓 欢迎了我亲爱的小不点 我要在草莓的周围 转呀转的绕圈跳舞 看他看到金最神迷 一次又一次的仪式 还有,还有 他身上的颗粒就像是出现在夕阳里的星座 我也要仔仔细细细的数一数 夜晚来临的时候 我要怀着他的香气入眠 就算在梦里也不能分离 隔年冬天,又有草莓送到我家 这一次是送来两颗哟 太难得了 不能就这样子吃掉 对了,要朋友来怎么样 大家都顺装打扮 一起来享用草莓的美味 就用高级的进口盘子来装草莓吧 我会招呼大家 拿起闪闪发亮的刀叉 一起享用 大家一定会很开心 后来只要一到冬天 就会有草莓送到白省的家 而且送来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 接下来这年 又过了一年 又再过了一年 今年大概也吃了一百颗了吧 令人意想不大的顶级草莓 飘着甜滋滋的香气的草莓 爱心形状的草莓 粉红色的草莓 草莓蛋糕 还有草莓派 吃啊吃啊 怎么吃都吃不完 成为大省之前 我会不会已经吃了一千颗以上的草莓 成为老奶奶之前 我说不定已经吃了一万颗以上的草莓了呢 不过啊 草莓越来越多 喜悦的感觉却越来越少 如果有人问我 你觉得最好吃的草莓是 我一定会这样回答 在我心中 世界第一的草莓 就是一种被融化般的幸福滋味 那就是我第一次品尝到的 那一颗草莓 故事结束了 你们吃过最好吃的草莓 是什么草莓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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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